詩篇第27篇 《大衛的詩》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,是我的拯救,我還怕誰呢? 耶和華是我生命的寶罪,我還懼誰呢? 那作惡的,就是我的仇敵,前來吃我肉的時候,就半跌腐島。 雖有軍兵安迎攻擊我,我的心也不害怕,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,我必然夠安穩。 有一件事,我曾求耶和華,我仍要尋求,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, 占養他的榮美,在他的殿裡求問,因為我遭遇患難,他必暗暗地保守我。 在他亭子裡,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,將我高舉在盆石上。 現在我得以昂首,高過四面的仇敵,我要在他的帳幕裡寬言獻祭,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。 耶和華,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求你垂聽,並求你連率我,應運我。 你說,你們當尋求我的臉,那時我心向你說。 耶和華,你的臉我正要尋求,不要向我掩面,不要發怒趕逐牧人。 你向來是幫助我的,救我的臉,不要丟棄我,也不要離棄我。 我父母離棄我,耶和華必收留我。 耶和華,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,因我仇敵的緣故,引導我走平坦的路。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,遂其所願,因為妄作見證的和口吐空言的, 起來攻擊我。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,就早已喪膽來。 要等候耶和華,當壯膽,堅固你的心。 我再說,要等候耶和華。 有東西吧! 你就做馬來。 到何時又做馬來的答案。 我做馬來的答案。 我做馬來的答案。 您來的答案。